今天看世界我們要持續帶來關心的 俄武戰爭會不會有新的引爆點呢 但是其實在之前俄武戰爭 剛開始的時候 整個國際上都非常擔心 俄羅斯會不會使用核子武器 我們先來看到 其實現在有最新的文件流出來 看看俄羅斯使用核子武器的門檻 其實以現在俄羅斯使用核武的標準來說 當然有非常多的一些條列式的標準 像是如果在今天 敵方真的打進了俄羅斯的領土的話 就能使用核武 還有20%的戰略彈道飛彈潛艦被毀 以及30%的核動力攻擊潛艦也遭到了毀損 還有超過三艘的巡洋艦被毀 以及沿海指揮中心遇到襲擊的話 就可以來考慮使用核武 如果你看到這個標準的話 你會發現說 國際上很多人是也認為 其實這個門檻 比俄羅斯級本身承認的還要低 但是在俄羅斯戰士這件事情上 俄羅斯似乎把門檻拉得非常高 相當的克制 像是其實俄羅斯的外洩文件就說了 如果在今天戰術核武的話 大致上會用在歐洲跟亞洲的戰場上 而且戰略核武的部分 因為射程比較遠到達美國 其實也是會有相關的使用標準 但專家就講了 其實以現在俄羅斯的使用核武的狀況來說 對烏克蘭戰場上使用的非常克制 他把門檻拉得很高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很擔心 美國跟英國這些國家 會來干涉整個俄烏戰場上的一個態勢 很擔心衝突如果一旦升級的話 英國跟美國就會直接的來干預 還有我們剛剛提到說 俄烏戰爭有沒有可能有新的爆點呢 關鍵就是在這個區域了 涅斯特河沿岸 其實這要看到它的位置 跟烏克蘭還有摩爾多瓦當中的這個小區塊 其實這個地方呢 本身是在1990年後呢 這個蘇聯結底之後 1991年摩爾多瓦自己獨立 但是跟烏克蘭中間呢 有一個狹長的地帶 這個地方呢叫做涅斯特河沿岸 在1992年的戰後呢 在這邊還有超過千名的俄羅斯軍隊駐留在這邊 所以你可以想像到 在這個狹長的沿岸當中 其實很多人都是比較親俄的 當然在國內的氛圍 或是在這個自治區的氛圍裡頭 也都是如此 現在大家很擔心說 會不會有所謂的俄烏戰新熱點 主要還是因為大家可以想像 如果這個地方本身就是比較親俄的話 這時候俄羅斯有沒有可能在當中這個進行側鬥 而且他的位置跟烏克蘭其實是非常相近的 大家可以想像到 在當時俄烏戰爭剛開始的時候 在烏東地區 俄羅斯就曾經用這樣子的手法 來增進整個邊境的衝突 最後上升到俄烏戰爭這樣的態勢 不過現在包括其實我們剛剛說 這個涅斯特河沿岸當中議員就說了 是要呼籲俄羅斯採取外交措施 就是保護這個地區 還有這個我們說的摩爾多瓦這個地方 其實在當時也對這個區域發動經濟戰爭 擋下一些關鍵的貨物進口 讓這個地方變成平民窟 所以這當中其實在過去就是一個 非常大的衝突點 未來雙方會持續的克制 還是有進一步的升溫情況 就要靠時間來持續觀察了 但是其實現在可預見的衝突 就是納瓦尼這個俄羅斯的反對派領袖 身亡之後 當然在俄羅斯的境內 有非常多討論的聲音 尤其在他的葬禮時候 很有可能會有大規模反普京的勢力 出現在街頭上 尤其納瓦尼的遺孫也當然說 如果真的有太多人上街頭的話 會不會也導致這些人被逮捕呢 而納瓦尼的遺孫現在也變成整個納瓦尼的發言人 他表達了當然是對當權的不滿 甚至也發表演出說 痛批普京是一個血腥的怪獸 還說血腦終將倒下 這番的言論呢 就在歐洲議會上引發了滿堂彩 在掌聲中 納瓦尼一雙尤利亞現身歐洲議會演講 一次一句控訴普京暴行 這場演說 尤利亞全程用英文 他強調要打倒普京 不要再用制裁老招 因為普京根本不正常 好像是個怪物 演說最後他許下宏願說要完成丈夫的夢想 曾智發言感動全場議員請立鼓掌兩分鐘 不過此時普京去參加一場追思會 對象當然不是納瓦尼 而是一名最高法院的法官 納瓦尼死後成為俄羅斯敏感詞 不只上街悼念會被抓走 最怕禮拜五出席葬禮也會被盯上 納瓦尼盟友透露一開始尋找辦葬禮的教堂時 處處碰壁 周五葬禮能否順利舉行全世界睜大眼睛看 遠心古文綜合報導 中國大陸的兩會 預計在3月4號登場 接下來就是要來關心他們的經濟了 尤其政經本來就是相關高度聯動的 我們先來看到2023年 其實對中國大陸的經濟來說 真的不是一個太好的一年 GDP雖然上升5.2% 人均GDP上升了5.4% 另外國民總收入也上升了5.6% 但是在過去大家都很擔心說 中國大陸的經濟表現在2023年 到底會不會達標 當然是勉強過關了 但對很多的省份來說 還是有相當多的挑戰 最終的消費支出 拉動了GDP成長4.3% 但接下來2024的目標又是如何呢 我們就要來看到李強了 李強其實被問到說 這個2024的經濟成長目標 有沒有機會超過5個百分點呢 其實他是用天氣來給大家一個形容 他說其實你在雨天當中趕路的話 如果你朝著地面上看 你看到的是滿地的泥泥 但是你往前看 你可以看到是雨後的彩虹 聽起來是蠻有信心的 但是現實的挑戰其實也不少喔 包括現在中國大陸的房地產業 是持續的下滑 再加上內區放緩大家信心不足 所以通貨緊縮的狀況之下呢 都讓很多外界的預測人士認為說 中國大陸在今年的經濟表現 恐怕並沒有這麼理想 尤其是中國大陸的官方明理 人民日報也就說了 如果你跟去年GDP實際增速來比較的話 有13個省份是上調的 但是5個省份持平 但是沒有說的是13個省份是一個下調狀況 所以如果在今天全球的經濟狀況都沒有太好 而且整個環境都還是非常挑戰的狀況之下 中國大陸經濟有辦法撐過這個挑戰嗎 中國工商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 他嚴謹就說了 房地產的困境呢 在持續的上升當中 但是這時候內需變得非常重要 他是這樣說內需必須成為出路 但是呢現在整個在中國大陸的消費者信心是下滑的 零售和也下滑 所以連帶討論到的是 此需求非常疲軟 所以說這時候如何對症下藥 次居內需次期消費 就變得至關重要 所以當然在兩會上或是未來整個中國大陸的經濟政策上 有沒有可能會有新的調整 當然也還需要時間來進行觀察 但是在兩岸情勢上的確是相當緊繃 尤其新任的賴總統還沒上任之前 其實現在兩岸的局勢可以說是非常緊張 包括是外交 包括是國防 包括是經濟 都有可能有更多緊縮的空間 由於在228這一天 包括共機 共戒 也包圍了台海四面 英語低雲籠罩 惡劣天后 中共東部戰區海軍艦載機依舊升空操練 影片特別選在228這一天公布 文攻武嚇 大秀軍事肌肉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 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根本不存在所謂的海峽中線 是對外部勢力干涉和台獨勢力挑釁的景色反制 國防部公布228空域行資 一共徵獲19架共機 12架逾越台海中線 其中西部空域14架距離基隆最近約43里 北部防空識別區外一架 南部空域兩架 外架五人機一架 穿越到東部空域 輔戰機兩架次距離鵝鑾鼻 最近45里 外架七艘攻艦 共軍機艦搶佔台海四面空域 形成包圍態勢 國軍嚴密監控應處 就是展現對台灣的這個包圍的態勢 其實兵力還是比較薄弱的 雖然說看起來總量很多 可是分散在四個戰略方向就很薄弱了 專家分析可能是和大陸漁船 反覆兩死爭議有關 中共對台武嚇禁逼國造潛艦海昆號 進入駁港測試最後階段 看似國防安全有重大突破 卻被潛艦專家質疑 不少裝備沒就定位 專家猶新是為了政治里程碑 才搶在520前完成測試下水 海軍回應一切都依安全品質控管 完成造潛任務 TVBS新聞劉宜俊李宗澤台北採訪報導 TVBS新聞直播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 七點到九點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